我家徐峰岗 今年48岁 现任西藏军区 长途军分区副政委 我的家乡在彩云之南 就在五彩云下 童年的我有过很多梦想 1990年12月 我参军如武 成为一名通行兵 我真的带着理想 飞出了足足背背 没有走出来的大山 对未来 我有过很多思想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26年前的一个突发事件 从此感谢了我的人生 永度歹徒 英雄战士 时代之心 一时间 我被诸多光环围绕 那段时间 我常常整理 关于英雄这两个字眼 突然我清醒地认识到 我不是英雄 是时代需要徐峰岗市的精神 因此在之后的很多年底 我也想报纸 广播 舞台上的徐峰岗学习 向人们心中的徐峰岗看清 徐峰岗 也要学习徐峰岗 我您说 从普通义宾到时代英雄 这是传奇式的徐峰岗 但我说 从平凡到平凡 这才是我心中最婆娑的理想 我不是英雄 我是徐峰岗 2019年3月3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北京开幕 全国政协委员徐峰岗 也带来了提案 强烈推进佣军优属工作 第一个提案是 要强烈推进 军人家属的就业 和子女的留守 那种提案 这是一个提案 第二个是 要保证 转移到起义的 退役军人的活发权益 与去年不同的是 徐峰岗这次是跟随西藏自治区代表团来参会的 2018年10月 徐峰岗从陆军某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 调任西藏军区昌都军分区副政委 在这里他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不是 很快融入到官兵当中 这次提案的内容 也是在他们中间产生的 我发现我们很多军人的家属 在这个就义啊 安置啊 在我们子女如修方面 遇到了很多困难 你比如说 就是我原部队吧 从洛阳搬走了 但他的家属还留在那儿 孩子还留在那儿 上学 但是呢 这个家属呢 父口不在那儿 是吧 他的父口不在那儿 但是房子在那儿 这就是问题 如何具体推进 佣军优术工作的落实 徐鸿刚也提出了 自己的几点意见 第一啊 在政绩制度上 加强保证 落实政策 该享受什么样的政策的 这些待遇 你要享受 这是第一 第二呢 确实要把这个 用军优术方面的工作 落实好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家属的安置 自己的如修 在这个同等条件下 应该优先 保证这个军人啊 军术 那这个 一些关照 及活发权益 第三就是要这个 要监督落实好 你这个 要与这个 平选这个文明城市 双用抹判城 这个平选险阱 挂钩 当作指标 能落实好 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当年在 八零后 九零后心目中 印象深刻的英雄 一直在部队服役 他的关注点 也始终围绕着 部队的建设 掉入西藏后 虽然很快 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但对于徐鸿刚来说 四十七岁 再上高原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去养毛 头会痛 晚上失眠 睡不着觉 然后 你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人家做精装的 都会弄得很崩溃 然后如果开始去的时候 快走二十米 就感觉 喘气喘不过来 然后如果爬个楼梯 都感觉 气喘气 虽然身体上的感受 并不舒服 但对于高原边防的生活 徐鸿刚还是乐在其中 我就有一种感觉是 这个当兵 作为军人来说 当兵没有打过仗 是遗憾 那么和平时期当兵 没有在边防上当兵 也是遗憾 那么我就算是扑上了这一口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英雄情节 徐鸿刚才会在二十六年前的突发事件中挺身而出 从普通义兵 转变为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 1993年8月17日 这是永远改变徐鸿刚的一天 那一天 徐鸿刚探亲返回部队 在客车上 因解救被挟持妇女 被歹徒刺伤 十四道 这个培心炸在这个影响 然而生死之间 徐鸿刚的选择 仍是爬出车外 继续追赶歹徒 当时我就想 我就感觉 我如果死 即使我死了 我不能白白地死了 我也得抓住一点线索 这种想法 最终行凶歹徒被制服 徐鸿刚也因失血过度 昏迷不幸 当他再次醒来时 那段血红的噩梦 已成过去 他也在重生的喜悦中 成为人们心中的 时代英雄 当时压力非常大 因为我各方面 全面素质 都没那么优秀 只是说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一瞬间 我冲上去了 人们 赋予了我这样一个 英雄的称号 那所以说 我要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我的一眼一心当中 来完善自己 提高自己 来复活 人们心目中 期待的 典型的形象 徐鸿刚 徐鸿刚 也要学习 这是徐鸿刚 从平凡一兵 成为全民英雄时 用来自省的一句话 因为他明白 勇斗歹徒事件后 他不可能再有平静的生活 但是作为被人们 一夜间推崇的英雄 他必须要练就一颗 平常心 当战争的时候 你敢 你让我 如果 冲锋就冲锋 让我 扶草到火 就扶草到火 或者说 再次不辞 就感觉自己又是英雄 但是呢 当经历这件事情以后 人们赋予我 英雄称号那以后 反而真的是 就平静下来了 就对自己 也不是什么英雄 结果 感觉到这些人们 对我的一种爱戴 和关怀 1993年12月 徐鸿刚荣立一等功 被共青团中央授予 新长征突击手 建议勇为青年英雄 荣誉称号 1994年11月 被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评为十大杰出青年 在荣誉的包裹下 徐鸿刚曾写下 这样的文字 我是一个战事 我是一个战事 在战事中间 仍然和战事嬉戏打闹 根本不端英雄的家子 我是一个军人 仍然保持军人的本色 因为我本平凡 如果当时播出 徐鸿刚这个事情 不宣传徐鸿刚 也会宣传 张鸿刚 王鸿刚 李鸿刚 因为这是社会的需要 时代的需要 也是军队建设的需要 表现在人民群众当中 那就是 从普通义兵 成长为班长 指导员 从抗洪强险先进个人 到抗争救灾 爱民模范 徐鸿刚没有坦然 享用以往的精力和荣誉 作为一名军人 用无谓书写大爱传奇 是他一生拼搏的轨迹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对嘛 今天我们说的抽奖了 然后就是我们妈妈 李鸿刚 她一共是抽14次 抽了13个橡皮 一个红皮筋 王舍公夫妇是 河南洛阳天原社区的 一户居民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命运时常用苦难 考验着他们 2011年 王舍公的妻子侯庆霞 因患强制性脊柱炎 花去11万元的治疗费 第二年 丈夫又因突发白血病 挣扎在死亡线上 负债累累的家庭不堪重负 到目前为止 抽奖他的运气 那时候 书医生说 你今天得 得做一个移植 还是做这个移植 那时候 真是没出钱 那时候 在局委会的联络下 王舍公找到了徐鸿刚 希望他帮自己 在部队推销牙刷 筹得10万块钱的 基础治疗费用 人家提出的要求 一步高 想到你部队的宾多 买点牙刷 如果一人买一只 你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一把牙刷挣一块钱 徐鸿刚算了算账 却拒绝了 王舍公的这个请求 即使我的宾再多 但是要扯够他这笔钱 还是非常有限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就展示去搁置了 徐鸿刚搁置了 买牙刷的请求 但他没有搁置 对这个家庭的关注 随后徐鸿刚 集结了自己部分书画作品 在爱人和战友的帮助下 举行了义卖活动 始终一早点变化了 也挺好的 徐鸿刚将意外所得款12万元 交到了王舍公夫妇手中 没徐大哥给我迎来的这事 我感觉那时候真是心都是 从那以后我们俩真是没有再苦过 不管在外人面前 还是在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再苦过 因为我们俩心里有希望 徐鸿刚的一个善举 帮这位妻子留住了丈夫 帮孩子留住了父亲 帮这个家庭留住了希望 尽管如此 他没有像26年前那样 因为一份付出 而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 对他来说 在大山深处 还有很多念念不忘的牵挂 宋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村民 因为贫穷 因为疾病的困扰 祖祖贝贝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 艰难地生存着 走路山区要走好几公里 十几公里 真的是看到去了 如果去了以后 有的人家家徒四比 孩子好几个 船里都很单薄 这个吃了也很简单 一个窝头 一碗汤 就是一顶饭 什么事不是小姨 你还没吃 徐鸿刚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他走进了这里 贫困触动了徐鸿刚的心 让他更放不下的是 松陷的失血儿童 在他的倡议下 一家一公益活动开展起来 首批28名失血儿童得到救助 让这些孩子重新获得了 走进校园的机会 一般牵手一个孩子也可以 牵手两个孩子也可以 牵手多点更好嘛 当时的一个经济条件就是 帮扶一个孩子 小学生给他帮扶200块钱 然后初中生高中生 给帮扶300块钱 但是会像这样一般的经济 都能够发展在一起 徐鸿刚就住失血儿童之外 还在松险秋盘小学 创办了心灵百度公益图书室 在他的推动下 战友 社会爱心人士 也纷纷加入其中 松险成为他公益助学的 一个起跑线 第一是把这个一家一活动 发展下去 第二是把这个 新立位的图书室建下去 从洛阳出发 能建多少 建多少 建到全国去 徐鸿刚的一个公益善举 让这块贫瘠的土地 有了新的希望 他们走过的每一道沟坎 爬过的每一座山丘 流下的是汗水 也是一份踏实和满足 无数次的奔布 松险成为他内心的一份牵挂 他也成为松险百姓 最亲密的家人 26年的时光过去了 那个勇斗歹徒 身负重伤的英雄 成为徐鸿刚生命里 一段渐行渐远的记忆 前不久在一次日常报告中 徐鸿刚发现 对于已经说过几百遍的英雄事迹 如今的自己已经讲不出来了 我会讲的 真的完全的那种就是说 把过去的所谓的这些辉煌历史都放下了 我感觉如果我自己做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忘记了 你叫我去讲 实际上呢 回想起来啊 过去你说对自己的世界 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那肯定讲了几百遍了 他竟然不会讲了 说起来都没人相信 但是自己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个人 专注于自己现在的工作 或现在想做的事情 现在的徐鸿刚还在两会上 发挥着参政议政的职责 对他来说 远离掌声远离光环 在踏实安静的世界里 做一份悄无声息的奉献 是回归内心平静的最好方式 专注于当下 是新征程的再次启航 我感觉是个这种 这种边坊生活的样 对我来说 又是一个心理生活的体验 也是一个工作的 重新的另外一种开始吧 如今掉入西藏边坊 徐鸿刚又实现了 人生的一个理想 内里的旷野和高原 为他续写着新的故事和荣誉 也意味着更多的使命和担当 成功获得的精神育育 在于过程 而不在于终结 也不在于终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